你在明他在暗 他的每句话每个行为都是为了测试你 尤其是面对感情 你觉得他真的是什么都好配合 什么都可以做到完美 一个人扛到底吗 嘿嘿 你错咯 你有订阅牛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 表情管理大事就是我 哪些星座喜怒不形于色呢 我们这次来看太阳上升和金星 狮子座 狮子喜欢夸张的表现 但是请放心 当他还能表现夸张的时候 就算再大的事情发生 对于狮子来说就是小事 因为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 自己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就会趁机自嘲一番 顺便吸粉无数 来扩大自己的声量 顺便大声的去告诉那些 旁边的围观的人说 嗯 我是可以笑傲江湖 举重若轻 照得住的王者存在哦 为了自己打造形象呢 这是狮子座再好的机会不过了 不过呢 狮子也最不想让别人看穿自己的心思哦 是自己照不住的时候 最让他丢脸 这个时候的狮子呢 他会让自己变得冷静理性又谨慎 他的每一句话 每个眼神 每一次的呼吸 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哦 他绝不会让旁边的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绝不会透露自己的一丝一毫的真气息 让旁边的人揣测就是他的目的 尤其在感情上 扑克牌的脸 摆架子 口是心非 样样都来 就是要让心里那个最重要的人 来为他辗转反侧才来才去 这样呢 才能抓住对方在他心中的地位 然后呢 拿回他的主导权 狮子座喜怒不行于色的招数 不紧 处女座 处女座本身呢 小心又谨慎 说他理性 他带着一点自我的情绪 而说他感性呢 他不会做有风险的事 虽然平常的处女座也是傻呵呵的样子啦 开心不开心 反正没有那么严重嘛 什么都好 但是呢 这也是他们的保护色咯 毕竟处女座认真起来 连自己都不想管了 他怎么能真的那么乐观开朗 无所谓呢 而一旦处女座从小可爱 变成淡定哥 淡定姐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咯 淡定的节奏 就是开始观察和评估的节奏咯 这时候处女座会 摇身一变 变成测谎机 你在明 他在暗 他的每句话 每个行为 都是为了测试你喔 尤其是面对感情 你觉得他 真的是什么都好配合 什么都可以做到完美 一个人扛到底吗 嘿嘿 你错咯 当处女座在需要你的时候 还是一个人 把自己该做的事默默的做好 那他就是在思考 你的存在 对他来说 到底是真的 有那么重要吗 处女座喜怒 不形于色的招数 淡定 摩羯座 摩羯座 摩羯座的表情 本来就是不用管理的 他们的五官就是 不喜欢互相配合 喜怒哀乐 都是差不多的脸 表面上他们就是 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唐僧 什么幽默啊 风趣啊 乐观啊 好玩 这些在摩羯座看来 能当饭吃吗 在摩羯心里啊 除了规则 还是规则喔 不过 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 他们心里看到吃的 就变成猪八戒 看到玩的 就变成孙悟空 其实啊 真实的摩羯 只有在工作的时候 才是表里如一的一本正经 大部分时候呢 尤其是面对感情 他们的冲动 任性 爱比较 天马星空的幻想 不必让别人知道 但是他的心里 什么都有 不过 这些真实的情绪 如果 都被摩羯座表现出来 他才不愿意呢 他会好好的藏在心里 你能看到的部分呢 还是那张 雷打不动的脸喔 了解到真实的摩羯 如果哪天你发现 摩羯变得随和又亲切了 哇 那你要小心了 这时候的摩羯 他心里可能整备要把你推开推圆咯 摩羯座喜怒不形于色的招数 脸随和 天蝎座 天蝎啊 他们非常的喜欢神秘感 就是爱耍神秘的一个星座 有什么事 他们都能藏得住 就算你故意向他炫耀什么 天蝎只会默默的听在心里 而表面上 他们还是会平和的看待 甚至对你鼓鼓掌说 哇原来是这样 好棒喔 大家都觉得天蝎阴沉 我们也差不多说过天蝎很多的坏话 但是也帮他们说过话喔 天蝎的这种人啊 他们捉摸不透的气质 只是来自于他们的不安全感 真正要现人于不义的人 怎么可能用一种神秘啊 阴沉的气质来告诉你说 他很危险呢 这不是装低调的高调吗 不过天蝎如果告诉你 你哪里还不够好 你怎么不多想一想 你还可以做点什么嘛 也许你听到这些话 嗯表面上看 他是在无聊的抱怨 但并不是喔 如果你去调查 你会发现 天蝎事实上已经忍很久了 尤其是面对感情 天蝎说出来的话 虽然看起来必中就轻 随口的两句 但在他的这里 已经是最后的警告 也说不定喔 所以真的要小心 天蝎座喜怒不行于色的招数 小抱怨 水瓶座 水瓶最容易挑起别人的敏感神经 就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 而且也不想懂什么规矩啊 礼仪啊 潜规则 见面要微笑 谁说的 我跟你不熟干嘛要笑 就算是熟 我今天心情不好 就不能冷脸一下吗 我为什么要给别人陪笑呢 又赚不到钱 是的 水瓶的特立独行 有时候就是这么直接单纯 但也有点幼稚 谁让水瓶看不惯那些成人之间 无聊的规则规矩呢 他们觉得人啊 大部分时间都是口是心非的作秀动物 完全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 这样没有自我的生活 他可是一天都过不下去喔 尤其是面对感情 水瓶觉得好的感情就是互相独立 保持自由自在的状态 甚至睡觉也可以分开睡 毕竟感情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嘛 又不是全部 先照顾好自己才能有余力去照顾别人啊 所以如果没什么大事 水瓶都是自我的状态喔 嗯 除非 除非今天他觉得有点不对劲 有什么事是要处理一下才能放心的 水瓶才会放下自我认真起来 如果你的他开始认真了 认真跟你对话认真的想事情 你就真的要小心喔 水瓶座喜怒不行于色的招数 认真 所以说了这么多了 大家喜怒不行于色 其实心里面还是七上八下的喔 所以所谓成功的管理大师 他们的表情不是在脸上是在心里 就看你有多懂他了 多了解你整整关心的人 你也可以被真正的了解 因为人都是互相的互动的 不是吗 赶快来增加你在他心中的积分吧 我们下次见了 祝你幸福 拜拜